校長 校長作為校董會的當然校董 我會感覺到被重視和尊重 這個安排有十分恰當 因為校長是重要的持份者 在校董會當中不單單是做報告和分析 亦與參與討論和決策 作為校長 讓校董會校董了解學校發展的需要 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除了在校董會的會議當中 提供詳盡的文件外 我都會安排校董和學校各持份者接觸 例如與學生領袖五線 出席學生的分享會 老師方面 每年我都會安排校董和老師交流 更邀請校董出席家教會的活動 實踐優質教育方面 上下一心至為重要 怎樣做到上下一心呢? 我認為有份參與 有份決定 就是精髓所在 例如我會開放校證 增加校證會的人數 讓更多科組的主管 能夠參與校證的討論 促進部門之間的了解和合作 另外 在規劃學校發展計劃的時候 務求讓大家都有機會去表達 我會與各持份者充分溝通 例如在法團校董會 在教職員的全體會議 安排家長座談會 校友會的會議 與學生領袖交流 我致力和大家分享和聽取意見 尋求一個共享的願景 按著學校發展需要 提升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亦是重要的 透過校內教師發展日和工作坊 鼓勵教師參與辦學團體 或者教育局主辦的教師研討會 讓教師裝備好自己 去迎接不同的挑戰 作為校長 我覺得自己是法團校董會 和校內各持份者的橋樑 透過我的工作 讓法團校董會 了解學校發展的需要 又促進各持份者溝通和參與 增強教師的專業能量 上下一心 最終目標 就是貫徹我們的辦學精神 提供優質全人教育 培育學生成為國家棟樑 為校園 低教育 余部 好 適合 、